正江,位于长江下游的江苏省,历史上,甘露寺刘备昭亲,白蛇传水漫金山,说的都是这座城市。 画面中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太极高手,他们各执己派,面色神秘,如同武打电影中身怀绝技的侠客。 太极拳,是中国武术中的上乘功夫,乍看貌似缓慢,转眼就可置元千里。 今天,他们来到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镇江,求生投契以济会盟,在无文化的发祥地,越人越势,角逐太极。 大家好,我是王戴珍。 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央视的2014年一记之王的节目现场。 今天将会有什么样的武林盛宴发生呢? 我们拭目以待。 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尔山。 很高兴来到央视舞一记之王的节目录制现场。 我们现在在镇江的西京都,身后这几位是我的队员,我是蓝队的领队。 这几天,镇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好,我是黄队领队张绍莲。 身后是我的人。 这几天,我领着他们几个参加央视一记之王太极推出比赛。 看看我们的实力,镇江,江湖,风云,变化。 河南省温县的陈家沟村,是陈氏太极的八元店。 村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会搭上几手太极拳。 他叫陈自强,陈家沟武校的总教练,号称陈氏太极拳的四大金刚之一。 他是这样解释太极推手的。 太极推手呢,在陈家沟呢,最早的时候呢,叫歌手。 所谓歌手呢,叫搭手。 搭手之间呢,要感觉对方的劲道。 然后你要把你所学的彭尼吉安啊,采叶走靠的一些积极用法呢,施展出去。 我们太极推手可以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步呢,是叫健康推手。 就是说你可以练习推手呢,可以让身心的平衡,身体的平衡。 镇江的西津渡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里原先是出海的渡口。 近三百多年来,江水褪去,只是在这坚硬的青石板路上,留下了被木车轮粘压出的一道道深深的印记。 走在这里,此刻你的足迹,也许就落在仙人的脚印上。 镇江有三绝,镇江香醋放不坏,摇肉不当菜,面锅里煮锅盖。 这头一绝的镇江香醋,与山西陈醋并列,闻名全国。 这也成为几位领队,领略镇江的第一站。 这里就是传说中最壮观的万坛醋,醋万坛的酿造厂。 这一盐高的醋坛,每坛里面有五百斤的醋。 在此自然发酵,浓烈的醋酸味,弥乱全场。 闻着很香的醋,味道如何? 靠镇江三绝的第二绝,肥而不腻的腰肉。 我夹着你的咸猪蹄。 什么不是猪蹄啊? 这是熟长,英熟的熟。 哎呀,瞎吃一下。 哎呀,别倒了,别倒了,好好吃,好好吃。 迎靠近长江,镇江是个美食众多的地方。 大煮甘丝,蟹黄汤包,都是镇江人民早上最喜爱的食物。 队员们在这里也体验了一把镇江人的生活,领略到镇江的第二步下,鲜。 尊世太极拳,在镇江突击很广泛。 霍老先生在镇江算是个太极名人,当地的武警部队也请霍老师前来教授太极拳。 对。 这个时候啊,两边把它这样轻轻一划,不要抓,这样一划,它的链就跑掉了,在那两边就跑掉了。 那我可以往上抬吗? 你要抬的,你不要让,你这个不能动,你这个不能动,你这个用着它。 卸力和画力,是太极拳的基本技法。 郭培林,让女领队也体验了一把所太极大师的滋味。 部队训练有部队的一套方法,这五六十斤的木桩,就是武警战士平时跑步训练的必要装备。 两位女领队亦充是女汉子,能节省这样的训练吗? 每跑一圈,女嘉宾王带军就剩下脱着木桩走了一圈。 另一个女嘉宾北海参,也是一身狼狈。 鞋带都松了。 各位看官,欢迎来到体育连间大擂台。 一档节目,二次三番,只开四位大卡,五轮交战士打得六亲不认,七零八卧九州震荡。 场面十分壮观。 十路营号从九江八河炮七情六欲,八月五乎四海,陈平三寸不烂之车,二话不说,只争一击之亡。 体育人间,总有你想不到。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邱阳。 今天是2014年5月31号,这里是CCTV走进渐江一记之王的比赛现场。 魏红队加油哦。 魏红队必胜。 冠军,我们的,蓝队加油。 首先上台的十三位领队,魏海山,率先表演了一首瑜伽动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吗? 而对张少林这位铁汉领队来说,确实是勉为其难。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绝活。 哇,太神奇了。 真的碎了耶。 不仅是,就是碎得好细啊。 对啊。 曹小爷们还会写字啊。 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 张少林也能用他的硬手来写老笔字。 他当时,是这样练他的这双硬手。 铁爪弓,跟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种铁爪爪,看起来比较像。 其实不是,他通过拧,拔,打,溜,把手练的意义,远如皮条,硬如钢钩。 在实战当中,增加了就是实战的威力。 打个最通俗的一种的比喻就是说, 同样就是咱们两个人去搏斗。 你弯腰,剪钻的时候,我的手就像手里一锯钉了一块断了,比一块。 烂的舞,这是白的舞。 不复没了。 其实,练这种硬功夫是挺吃苦的。 一般的现代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去练。 来,大家一起念一下什么。 收下了这个徒弟。 成功拜师之后,霍培林就辞去了公务员的职务, 自己砸到了自己的铁饭碗。 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我说我不干了。 这个时候,我都亏了他命运了。 我跟你讲,你公民,老婆我的心里来说, 老婆亲,不许多好呢? 这个是吃吃,一个亲不辣。 我的生日爸爸过去,过去吃,老人,双车老人。 心里,老公就不做,老公就不做。 霍培林有一儿一女,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至今没有成家。 现在,他们也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全身心地在武馆,帮霍培林打理日常生活。 霍培林的爱人,在家里也需要照顾。 所以,霍培林的两个孩子, 相互交替,奔波于武馆和家。 没办法,他的爱好,随时你就照顾爱好。 没办法。 我这个人呢,是实话, 就是喜欢这个太极权。 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啊,我想啊, 总要做点事, 包括跟我的后代, 包括我跟我的侄女都说过, 这个父亲啊,可能不会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 留下什么我这上的东西。 我希望呢,能给你们留下一点精神, 希望你能够继承我这个精神, 那能够做下去。 各位看官,欢迎来到体育连剑大擂台。 一档节目,二十三班, 请来四位大卡, 五轮交战时, 打得六亲不认, 七零八落九州震荡, 场面十分壮观。 十六银号从九江八河套七情六欲, 发越书乎乎四海, 全凭三寸不烂之车, 二话不说,只争一击之亡。 体育连剑,总有你想不到。 贝林和赵强之间的高手对决, 这虽然是一场老年人之间的推手比赛, 但是呢,看着就非常激烈。 双方表面很轻松, 但是真的是内紧脉松, 凝羞战道,暗中陈仓。 对说赵强想一个发力, 但是被贝林巧妙多闪, 贝林老当一转, 这种西洋红散发出的雄性和尔蒙也同样的激烈。 比赛为了控制比赛的激烈程度呢, 有很多的高难动作限制使用, 尽管如此, 贝林到底是激高一筹, 刚才扩了一个扫地, 令这筹倒地。 比赛采取每场打两局, 每局三分钟来接决上路, 行过激烈交手, 贝林继承一筹, 战胜这筹, 红防胜。 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关于太极的有一个技法, 叫金蝉脱鞘。 太牛了。 第二步你可以用实践推手, 所谓的实践推手就包含有积极的功能, 里面讲一些琴拿, 包括一些肘膝, 一些小的腿法。 第三步的时候叫实战, 实战跟实践的区别, 让实践可能还带一点点的配合, 到实战的时候, 对方是完全不再配合你, 主要是靠自己的感觉, 我们叫听静, 也叫懂静, 有对方用的力道跟静道, 你怎么能给它转化掉, 也就是四两拨千斤, 也叫化俊。 有请蓝方张银, 对红方袁俊林, 有请。 在天台上教孩子打拳的就是张银, 走,下去。 他打拳的地方跟叶问一样, 在自己楼上的天台。 张银出生在广东梅州, 六岁学五。 他的父亲和张银非常喜欢武术, 还专门给他请了老师。 十二岁, 他来到广州, 开始学习阳式太极拳。 张银出生于武术世家, 父亲和哥哥都打太极拳。 平时喝茶时, 爷儿俩也不忘推两下过过招。 张银训练的地方, 就在这个梁台上。 这个姿势就是训练手部和腰部力量的。 他得到了杨氏太极拳, 方宁老师的真传。 跟着黄老师以后, 我也不知道黄老师怎么走调教他。 后来慢慢, 他是上进了, 来新的。 我跟方老师学大概是两年多到三年的时间。 那时候, 等于说是, 原来我十二三岁, 不是有一个师傅教我打太极拳的吗? 那时候我两三年之后, 那个将近二十年的师傅, 跟我一碰手, 他就凳子上去了。 就这个我就觉得说, 真正的太育拳跟外面传的, 那是有分别的。 回到家山的时候, 我们那些老家伙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你这手来抓我, 我在这一瞬间的时候就蹊跷。 空上没有? 我还没准备好。 我看一下我后面那个。 准备好没有? 好。 准备好没有? 我要使力使了。 随便你使, 只要你使。 谢谢。 所以说这个还要看打击的重量。 你这个就, 我们又使很大力的。 我真没使很大力。 太棒了。 张银的师傅是广州外经贸大学的教授方宁。 方宁老师, 今年91岁, 练习太极拳已经70年了。 他是阳世太极拳的第15代传言。 女领队北海山, 慕名要拜方宁老师为师。 然后往上面就是, 可能生命名誉最高的就是有查到一个叫方宁的一个老师傅。 老师好, 我叫维海山。 维海山吧? 对。 大海的海山, 湖的山。 然后后面又了解过太极有关太极的一些文化, 就确实蛮感兴趣的。 刚好他也在广东, 我也是在广东嘛, 就顺便这次过来广东就拜访一下他。 引荐人我就写我, 还是怎么样? 引荐人啊? 引荐人啊? 那也写你嘛。 哦,写我是吧。 更想的是, 就是想, 其实想拜他为师这样子, 可以学习到更多更正宗的一些太极方面的一些东西。 好,好,好。 应该是平常的, 要靠头。 要靠头? 三个。 好,好,好。 好, 好, 好,好。 方宁老师今年91岁, 他现在的发力, 年轻的徒弟们也招架不住。 哪有黑子, 就起不一样的, 没怕了又鱼掉了。 我看见, 感觉到你想来了。 我这个功夫还不行的告诉你。 还不行? 跟他古人差得软啊。 所以像这样子都能打人, 像这样子。 这样子怎么打人, 你还打得跳起来, 什么道理? 是啊。 真的不可相信嘛, 这假的。 所以他们说是假的, 我也说是假的。 你们大家在看上, 只要想想, 不然话, 我跟你吵什么, 讲的根本, 你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嘛。 方宁老师收了维海山为本, 要亲自教维海山, 站桩摆第一个拳架。 你要坐下来, 但是身体也不太多, 转一个拳以后, 第一个动作就要很吃力。 看那个打马呀, 用棍子打, 马为什么不怕呢, 打在表题上, 打鞭子为什么不怕呢, 那个鞭子震动, 是震动它内脏, 我们这个东西打在内脏上去。 方宁老师最小的徒弟何颖仪, 今年才16岁, 是个高中生, 练习太极拳已经有五年了, 获得过广东省武术比赛的一等奖。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 以前小的时候因为长得矮, 然后又长得瘦瘦弱弱的, 然后经常被人欺负, 就像被人咬那个手臂, 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不够他打, 然后就让他咬吧那样, 然后慢慢看见就很心疼之类的, 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学武术。 经过几年的练习, 有了功夫的何颖仪, 无意间在同学面前显露了一下身手。 就开玩笑的时候, 因为本来是不知道的, 然后后面有人这样就这样拍了, 像个背, 然后就本能反应的, 然后把他的手这样扭住了。 我觉得从这套拳, 我觉得最多是天地人和, 就是说这一切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是很和谐的。 如果别人是不打算跟你战斗的话, 就不要轻易去跟别人战斗。 现在就是, 可能我未来吧, 就是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 有关于影视方面的一个女打型, 所以就这方面对我来讲, 也是对我有很大的反应的。 各位看官, 欢迎来到体育年间大擂台, 一档节目二十三班, 请来四位大卡, 五轮交战是达得六亲不认, 七零八卧九州震荡, 场面十分壮观。 十路营号从九江八鹤炮七情六欲, 跨越乎乎四海, 全凭三寸孤烂之车, 二话不说, 只争一击之亡。 体育人间, 总有你想不到。 现在场上是蓝方张银, 同红方袁俊宁之间对决, 两位选手旗鼓相当, 都非常谨慎, 这在推手比赛里面叫做听劲的过程, 所谓听劲, 就是认真地揣摩, 探测对手的实力, 对方哪个地方发力, 哪个地方又比较虚弱, 正好利用对方的虚来全力进攻。 这也是推手比赛当中一种简单的技巧, 红方要解战了。 蓝方当银, 现在全力不抓住了对手, 袁俊宁的力道, 把袁俊宁推出的场地, 漂亮, 蓝方得了两分。 现在双方重新开战, 对蓝方来讲, 现在要一鼓作气, 再是三而结。 好不张银, 抓住了机会, 战胜了对手。 比赛是一场一场地进行, 现在看到是王延队陈自阳, 双方在听劲, 这个听劲就是找对方力的过程, 太极有彭里几岸, 还得走炮技巧。 王延的娴熟的发力, 把对手打倒在地。 这盒俩都来自于河南陈家沟。 王延, 今年二十四岁, 从小都喜欢打打闹闹, 由于他家离陈家沟非常近, 十三岁, 就被喜爱无数的父亲送到了陈家沟, 拜陈自强为师。 现在, 他是陈家沟五校的教练, 从2009年开始, 王延就开始参加国内大大小小十几个比赛, 喊逢敌手。 今天我们是职业课, 练试追求的第三种方法, 实战推手。 实战推手呢, 我们的要点就是, 做动作的时候, 自己先站好, 自己站好以后, 才能做动作, 把对方摔倒。 来看看双方比赛情况, 两人都是派出了侦察小部队, 探测对手的火力虚实, 找到了突破点以后, 开始突然发力, 形成合力, 在定性中, 找到对手的不平衡, 看似为一动气却在动, 如半马奔腾, 顺势而冠, 形成缠绕, 力点下压。 好, 王延一个发力, 将陈志阳摔倒在地, 王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手, 他实力超强啊。 这是一场在推手比赛一个月前, 中国散手对泰拳拳手的挑战, 王延也在集中。 由于泰拳推手比赛的规则规定, 不允许击打对方的要害部分, 在泰拳推手比赛中的王延, 无法在比赛中施展开自己的功夫。 在对泰拳拳手的比赛中, 就可以略加放开了。 所谓的散手呢, 就是分开的意思, 他就没有像搭手这些过程, 直接就是进攻与防守, 也就是武术里面的攻防意识, 只要一扎架子, 这个攻防意识就有了, 对方攻你防, 你也可以防中带攻, 攻中带防, 也可以光防守, 也可以光攻守, 这个泰拳的哲理有阴阳变化。 泰拳讲究的是以吸肘击打对方身体, 近身攻击是他们的优势, 他们的拳、肘、吸力道非常大, 他们的发力跟太极拳的发力完全不同。 王延的特长, 是用太极的技法贴身发力, 爆摔。 太极拳贴身的发力技法, 也可以让王延获得一些优势。 几个晋身下来, 对方已经被王延摔倒了数字, 这让对方感到非常不适应, 没有办法防御。 太极拳跟太拳的交手, 已经不是一次了, 近两年的相互比试中, 太极拳赢多输少。 在太似平静的比赛中, 扯坏衣服是一个正常的事。 我还是就场上的一个动作, 和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让大家看谁。 我就刚才的一个靠。 一个靠法, 在两个人接近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靠。 甚至里面有连续的一个三个靠。 在这个靠的当中, 我看刚才的分数, 没有拿到。 很可惜。 就是角度。 我来看一下, 这个靠法的失败, 失败到哪里。 看一下。 就是这个劲, 太往前太直。 如果你的力向上推, 这个人自然不会倒地。 但是如果你打一个竭力, 也就是说力点向下打竭力的时候, 这个动作, 他的力就看到了。 哇。 下面出场的是黄方的陈建强和蓝方的林志明。 两位选手呢, 互相算是知分之底。 双方一开场, 看似漫步中心, 其实却是在暗中较正。 尹志明生活在广州已经三十多年了。 他是一个舞痴, 他练习太极拳已经有八年。 太极拳对他来说, 是除了工作之外的唯一一种生活。 他已经拿到了美国的绿卡, 打算把太极拳馆开到美国去。 从看五少小说吧, 就开始对武侠里面的大侠就是一个神奇的向往, 跟着就越来越爱好, 甚至每天都去模仿。 尹志明从小生活艰苦, 在他三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离家出走去了香港。 孤儿寡母的背景, 让他从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如今他的母亲岁数大了, 继父中风后结了枝, 更需要照顾。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让尹志明学权的脚步停下来。 十六岁左右就学习散打, 散打之后就进入了武术的世界里面, 后来发现太极更能体现现在的思想, 中国人的思想, 更对内功啊, 太极的武侠小说里面更能体现, 内缘外方是存在的, 缘就是缘滑, 为完华之后令到我们更能体现太极的阴阳的道理。 我们老师经常说的智慧权, 也是我们的思想, 中国人的思想, 谦虚为后发自然。 来看看两位选手, 从身高到公寓来看, 陈典强都优于女生。 双方, 好一个女的动作, 哇, 分明是烙饼捲大车, 陈典强将饼打倒在地。 我上这个擂台是一定会尽力的, 一定想, 但是怎么说, 就算被摔倒, 打倒, 也是我们学育不尽, 再跟老师去学习, 把我们的功夫提高, 以后我会再来, 再上擂台, 再打。 有请黄芳的王妍, 对黄芳的陈建强, 有请。 陈建强出生在陈家沟的武术世家, 强烈的太极封围, 影响到了陈建强, 他从六岁就开始练习太极拳, 目前, 他也是陈家沟武校的教练。 陈建强认为, 太极拳中的招式并不比搏击数差, 也没有表面上看得那么软弱无力。 在两个人推手的过程中, 来摸清对方的力道, 利用对方的力量将对方击倒。 从2009年开始, 陈建强在80公斤以上级别的全国推手比赛中, 从未失败过。 这是我们的练功坊, 因为每天除了练拳和推手以外, 我们每天还要来这里练练力量, 因为推手里没有力量, 自己的技术就发挥不出来, 把力量和技术加起来结合一起, 然后才能站在这边。 还有这个样铃, 每天都练在这儿。 像这个呢, 抱起来也练腰部的旋转力量, 平时练的时候, 慢点, 有比赛也可以加强度, 给猛一点, 一瞬间的爆发力练出来, 这不光练腰部力量, 还有不要扛到背上面, 练下肢腿部力量, 看似非常简单, 平练的时候可以把这物体加弄你, 对, 在推手方面呢, 这腿部力量也是起了很大作用, 像对抗的时候呢, 要支撑力量, 上肢有了, 下肢支撑力量, 也就是练一瞬间爆发力量。 陈氏太极拳很重视力量的练习, 陈建强每天都要在这里训练两个小时以上。 太极推手的发力是太极拳的基本功, 二人靠在一起叫听劲, 就是在找对方的力量和重心。 瞬间抓住后, 发力将对方推出去。 现在场上, 一方是王妍, 另一方是陈建强, 都是国内太子人年轻一代当中的高手。 比赛结束之后, 一个晋级, 也一定要被淘汰, 多么少数。 你看他们两人非常成果, 从他们的身上到他们的近, 可以说刚柔相继, 柔精在大。 他们的发力速度是非常开的, 只要他们能抓住对方的力, 就可以借力打力, 将二力合二为一, 将对方彻底打倒。 哇, 非常精彩, 掌声响起。 太极的发力是不轻易使用的, 一定要找到对方的力道和身体的重心, 这样才能把对方打出去。 那就看两个人的功夫了, 我的功夫能不能防你那个八百斤的船。 我这样一来, 你看这里, 这样不是出去了吧, 他来的时候, 你看这里, 回来这样出去, 再来出去的时候, 这一弄就不断掉了, 让你进到一定时候, 这一摇就不断掉了, 所以这很恶斗的东西不好搞。 各位看官, 欢迎来到体育年间大擂台, 一档节目二次三番, 持代四位大卡, 五轮交战士打得六亲不认, 七零八卧九州震荡, 场面十分壮观。 十六零号从九江八鹤炮七情六欲, 跨越乎乎乎四海, 却凭三次突烂之车, 二话不说, 只争一击之亡。 体育人间, 总有你想不到。 太极前有很多的招式和击打的方法, 是一招之敌, 非死之伤。 为了运动员的人身安全, 本次比赛, 那些危险动作都严禁了。 所以双方只能够靠着这身大力, 藤屿起岸, 才能够靠。 这太极前大法, 使用是有所能限, 尽管如此, 选手们还是凭借其精弹的技法, 全力以赴, 比赛一场之精彩, 战斗相当之激烈。 好, 又一个出现。 从双方比分来看, 陈建强最终获得比赛胜利。 恭喜陈建强。 刚刚我们说了, 这个马上回来, 我们的复活赛就要开始进行。 这次的推手比赛, 最终要产生一个推手王。 赛场的所有人都可以挑战 優胜过程者陈建强。 谁打败了陈建强? 就能拿到逼赴王的奖杯。 上来挑战的三个选手, 第一步, 他们要相互状态。 最终的优胜者才能够挑战陈建强。 还一定是这样哦。 好, 你们两个人来出列。 看看。 这夜的蓝带河口味是炎热无品。 今天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高人。 爷爷, 三个帮帮呢。 在那儿呢? 一档节目二十三番青台四位大卡, 五轮交战时达得六亲夫人, 七零大罗九州登场, 场面十分壮困。 十五零号从九江八鹤跑七情六欲, 八月四五乎四海, 却凭三次鼓烂之车, 二话不说, 只争一击之亡。 无理师们先生们, 欢迎你们来到五四海财势场, 今天, 广告理晚眼光不敢, 当时秀的一样的倒立像中, 当然, 是来到我们东欣团的五号摊那个时候。 相信, 您已经看到了真正的高大厂。 这个场地, 真正百业, 靠什么, 不怕后却比赛, 就怕不识货, 大家怕他多一度, 多一度, 多一度, 东欣团的东欣团的, 东欣团的青岛表位, 其他团团所, 洗的目光, 不要散光 旁边这边卖鱼 你卖鱼就卖鱼吧 耍什么派 端什么派 是鱼是鱼 是鱼你拉着溜溜 你看看 上了岸就能死鱼了吧 卖鱼卖活鱼 你看看旁边 真不靠谱 太不靠谱了 卖肉就卖肉吧 耍什么镖啊 确实 这和他代言的产品 极其相似 少吃我来多吃菜 哎呦 这是还一卖菜的 我以为架子高了 那么高的个 你让我们到三层交费 咱俩有收场 您舒服了 我们缺氧了 别在菜场里 中楼不中山的 咱找地方练一练 各位看官 欢迎来到体育联间大擂台 一档节目 二次三番 请来四位大卡 五轮交战士打得六亲不认 七零八落九州震荡 差点十分壮观 十六英号从九江八河 跑七情六欲 跨越五湖四海 全凭三寸不烂之车 二话不说 只争一击之王 闪手王 鬼手王 雷手王 小手王 神手王 强手王 霹雳王 闪电王 雷神王 随时下一个一击之王 下期体育人剑 剑分晓 玉子宣优 我下期体育人剑 没想到 谢谢大家